男子倒臥路中全身多處擦傷 臉部也有明顯傷口 看起來十分痛苦 一旁警消先固定患者頸部 在台上單架送醫救治 今天凌晨三點多 高雄市新興區 發生一起交通事故 當時二十二歲男騎士 行經福建街執行時 有一輛白色轎車發生碰撞 但汽車駕駛卻未等到警方到場 便揚長而去 事故當下發出巨大聲響 也引起周邊民眾注意 現場許多目擊民眾通通表示 當時先聽到刺耳煞車聲 接著就發生碰撞 並看到白車駕駛肇事逃逸 從入口監視器畫面 可以發現當時白色轎車準備右轉 但疑似失控左右蛇行 接下來就跟騎士發生對撞 事故現場機車車殼損毀 龍頭也只剩支架 騎士則送醫包紮 意識清醒 目前警方已鎖定肇事車輛 積極追查